王者荣耀力是第一位辅助FMVP诞生 以前对抗路 打野 中路 这三位霸占了所有FMVP的位置 不用怀疑 射手一直没拿过 所以只有三位霸占 在2022年王者挑战者杯总决赛舞台中 E-Star紫阳的辅助七局 塞了五局 第一局紫阳张飞几方开局劣势 被击杀四人的情况下 选择出几跑鞋 帮下路帮中路帮野区 全场跑 后期两波开团 无比果敢拿下小局MVP 用手 吕阳在跳浪区 跳浪区 瞬间秒的潮汐 吕阳在挥后上 G子墨也被一波打出的大招 但这波走不掉的没有闪现 这一波紫阳已经打死了四个人 冬黄再给一口咬 咬到了吕阳 吕阳这波走不掉了 但是暖阳再来一波 立空斩进去 还在最后一刀 但是一针没有被带走 但是暖阳这一波已经力挽狂澜了 又是这样 又快又了 两个大招被再给高林的划个减 什么用意啊 直接秒掉的刮角 换成中央这么难 直接切进去 华阳切掉了 还要去年新鱼 也没回来 再给力呢 再来一刀 三连决兽 直接打出一波 一换四暖阳一个人 没有办法立碗框的感觉 一波了 一波了 第二局中 打野花海的竟拿下MVP 紫阳的张良溜边抓人 放弃与北京微博打大团的思路 使得微博很被动 以斯德尔再赢第二局 吐掉了 好痛啊 暖阳上操作躲了一个控制 回头 暖阳打一套 两端也反走 追不上了 第三局 紫阳使用惩戒孙并战绩豪华 但是这局输了 北京微博子墨的关羽横刀立马 带他们鲁巴拉之一军跳走了 再来一个大招拉回 随便随便有二技能 给个链子戒压暖阳 说我们打成了一波三环战 现在坦然跟紫阳似乎不想做心理手 还要继续追 一个雷 直接打到了一个残血之后 再给一个大招 没有中 跳得太快了 还有一个雷 但是追死了 这就是黄刀孙并啊 死能驱动 第四局紫阳 使用鲁班大师配合鲁班七号上场 但是一斯德尔阵容 只有一个核心 核心鲁班一倒 微博再搬一局 第五局紫阳使用牛膜 拿下小局最佳 牛膜大闪没有失误过 时机恰到好处 第六局紫阳使用鬼骨子 但是没赢 紫末的马超带着微博众人 在一斯德尔高地奉行 马超进来一枪 两枪 一枪 捅掉了 再给一枪 没被砸到 所以让人倒了 一枪拉出来 实在上述高地没有冲掉 没有兵线 你赶紧往外跑 之后暖阳又抢下第二条风暴龙王 将比赛打至三比三平 巅峰对决中 双方辅助都使用东皇太一 一样的英雄紫阳非常冷静 三分钟微博东皇咬住了自家打野花海 此时暖阳的镜立马突进想要击杀花海 结果紫阳闪现吸住了暖阳 这波暖阳陷倒 七分钟微博星雨的东皇 又咬到了坦然吕布 结果不到一秒 紫阳立马反咬东皇 打断了这波控制 总的来说 紫阳的FMVP含金量非常高 恭喜一死点夺冠 但也为倒在巅峰对决的微博 感到遗憾